前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上回說到朝廷大軍的主將夫妍卓 派人賞經報起 兼且希望高球可以派個幫手來幫他 這個人就是愛好轟天雷的炮手寧鎮 寧鎮騎馬騎了一個星期 終於來到夫妍卓的大債 他又問夫妍卓 啊,夫將軍 你叫我過來其實有什麼幫助的 你來照說吧 啊,寧兄弟? 其實件事就是這樣的 我們就跟梁山博的恐怖分子交戰 我們之前就大敗他們 但是我在京城聽說你們贏得很交關 是啊,我們大敗他們 他們就退回上山 由於他們梁山博下面 就有很多這些湖泊、水路 我們打不到過去 為什麼打不到過去呢?坐船過去就行 我們沒有帶水兵來 水兵?那找人釣水兵過來就行 大廢周章需要很多時間 又浪費朝廷公帑 那你現在想我怎麼辦? 我狗問,靈兄弟你 煙花炮火之術很厲害 我想隔岸 找些炮射過去 射低他們 我們就慢慢搶船過去 收拾殘局就行嗎? 那你又說沒有帶水兵? 沒有帶水兵的 那你怎麼搶船過去? 隨便問村民借船 再不是游泳過去都行 即是要我找東西 沒錯,我就是想借你的火炮 隔岸就打過去 打倒梁山博那些壞人 這樣嗎? 你要明白在下 其實有難言之隱 有什麼難言之隱 我已經被世界環境組織投訴過很多次 他們經常都說我放些煙花、炮粥和火炮 嚴重影響環境 你明白嗎? 我的煙花、火炮 有很多硫磺和有害物質 令全球氣候變暖 其實我也有責任 我也希望我們的地球可以健康些 以及繼續保持美麗 你想想,如果我又放一陣子 又多一些有害物質 令地球越來越肉酸 我真是做了千古罪人 不如你還是去找水兵吧 靈兄弟 我們現在是替天行道 警惡情奸 打倒梁山博的恐怖分子 我們天下太平 全世界都開心 又怎會有人投訴你 關鍵 你不要說那麼多 你聽我說完 但如果這個地球是毀在我手上 那我真是成千古罪人 以後我們的兒子孫孫孫 再也看不到藍色的天空 白色的雲 那捏誰呢 是捏我們 但有梁山那些人 天空還是藍 雲還是白的 不會有影響 你明白嗎 你說這麼多事情 slit,你現在打ミ降 你不打 我就告訴高泰衛 讓它斬你頭 即是你旁 turbine 也沒有啟謊 你答我 打 還是打 你... 我和你說那麼長時間 你都 打 還是不打 我跟你說這麼長時間 你都老不明白的過程規則 瓦 你說到這個問題 真的是 就強嗎 行行行行行 這是什麼行規 你不用說我都會給你 真是這麼多 不用說這麼多廢話 多少錢 你給我多少禮膳 我做多少事 二萬兩怎樣 但是我聽到 前陣子在京都才弄了十匹東西過來 呃 靈兄弟 看來你是一個消息靈通有背景的人 十匹東西都讓你知道 你自己看越慢 如果錢少的話 我都是跌心水 等拿我的諾貝爾地球環境獎 那裡的獎金都幾多下 這樣吧 二一添作 五一人一半 一一半 即是多少 五皮東西 打幾天 你搞得定 多少天都好話 你一天搞定 就一天 五皮就五皮 跟我的手足 替我放風火炮 紫毛炮 跟公鱗鱗對著那裡 見人出來就跟我爬 富賢卓和寧鎮商量完之後 趕快派人按照寧鎮的指示去辦 而梁山博這邊 吳用和宋剛研究了很多人 在想怎樣可以破連環碼 這個時候 突然有探子來報 有炮打過來 報告 甚麼話 有炮打過來 報告 有甚麼炮打過來 火炮 甚麼火炮 對面朝廷的兵打火炮過來 甚麼兵打 甚麼火炮 對面朝廷的兵打火炮過來逼我們 他做甚麼打火炮過來射我們 他們看我們不信眼 為甚麼看我們不信眼 因為我們比他們英俊 我們比他們英俊 關他們甚麼事 大哥 你不要玩我 我通風暴信 我只知道他們有炮兵 我們又打不到他們 又不敢過去 我們下面的債都被他炸得熊熊烈烈烈 搞甚麼 這麼複雜 吳君子 你跟我出去看看 好啊 宋剛和吳用很快走出營寨 宋剛在腰間抽出一支望遠鏡 慢慢拉長望遠鏡 望遠鏡 望遠鏡 想看有甚麼炮 咦 宋兄弟 你這輪甚麼假科來的呢 吳君子 這是西洋的玩意 叫甚麼東西 叫做望遠鏡 有何功能呢 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 嘩 這麼厲害呀 借你來看看 給你看我沒得看 那在哪裡搞回來的 我那天在山腳散步 一個不小心在天上跌下來 這樣呀 它上面還包著一張紙 寫著西洋玩意 就寫著西洋玩意四個字呀 是 我都研究了很久它有甚麼作用 但是那天胡三娘在洗澡的期間 我就發現這支望遠鏡的用處 是嗎 是 哇 果然神奇呀 借問你那天在哪裡走鐵下來的呢 在山腳散步 山腳呀 是 今晚可不可以帶我去那裏再看一看呢 沒問題 多謝呀 在他們兩個聊天的時候 突然間聽到 噗噗噗噗的聲音 朝廷那邊的火炮打到過來 宋光和吳蓉嚇了一跳 哇 宋大哥 看來不用用你那支西洋東西 我都可以看到那個炮彈呀 好像就在我們前面沒有多遠的地方呀 是呀 那個炮彈來的是不是 應該是呀 為甚麼會打到過來呀 哇 真的很厲害 這就是利用我們中國傳統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功能呀 說了你平時讀多些書搞到甚麼都不懂的 快點回去研究一下怎麼搞定他們啦 噗噗噗 於是兩個又走進營寨裏面 吳蓉勾了頭一陣 就想到條條條了 他就跟宋光講 宋光呀 適用現在武器的人不多 我猜對面打跟炮那條人呢 就叫做轟天雷 甚麼陣呀 寧珍是吧吳君思 就是他寧珍 我想當年也有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年年年初一的時候 他就幫朝廷發一下煙花 就是那條煙花佬 其實他就真的沒甚麼勞 只會點一下煙花 如果我們搞定他 他下面的人都不敢亂來放效 那我們怎樣搞定他 搞定他 我們梁先生慣用的手法是甚麼 有很多手法 吳君思請你明言 你知道的 通常我怎樣拉人入火的呢 我就先捉捉他 捉捉他上樑山 然後就跟他說 你回到去都被人抄家了 不如留下做我們的兄弟吧 嘿嘿嘿 兼且這樣還可以一石二鳥 到時我們拿那些火炮 撥回他們轉頭 但怎樣捉他呢吳君思 關鍵就在捉他那裏 捉他那裏 我們山上有沒有忍者呀 那麼我們沒有忍者呀 沒有忍者呀 有辦法 他都是沒甚麼老的人 我們找些熟水性的兄弟靜悄悄過去 然後哄他上船 然後再推他下水 捉他過來 這樣會不會好些呢 嗯 不了解 還有 你漏夜就找些兄弟 準備一條船仔 那船你就不可以是爛的 但是你又要弄爛它 明明呀 蛤 那即是怎樣吳君思 是嗎 你這麼蠢呀 即是這樣 你就漏夜找幾個兄弟 弄一條新船 然後在船底 刺幾個洞 但是洞要有蓋的 首先可以讓它浮在水裡 然後 等那個轟天雷一上船 等它走到湖中間的時候 我們找些熟水性的兄弟在水底裡 打開幾個洞 讓船沉船 然後再 順勢捉它上來我們這裏 那就不用選一兵一將 都可以將它生琴啦 妙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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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於就是這樣說 但是這樣 你知道轟天雷他們在北方城市 可能不太熟水 成不懂游泳的 為恐他們被水浸到 你最好 叫到時工作的兄弟就帶健康生衣 帶養氣桶 我們現在是要人 不是要命 明白嗎 沒有問題 一於就是這樣說 還有一件事 你不要那麼急 關鍵是怎樣 遁它上船 那怎樣遁呢 你說我們在船上 放些金銀財寶好不好 吳坤斯 你有沒有帶金銀財寶下來 沒有呀 沒有 我也沒有 沒有金銀財寶呀 那有沒有美式呀 美式呀 梁山坡上面 女人又不是太多的 這樣吧 我們鎮中那麼巧 有個女人 就護三娘了 唉 來來去去都是她呀 不如這樣吧 吳坤斯 怎樣 我們實行將現在時下最Hit的 驗照門用在這件事上面 這樣呀 我們就在那條船上面 大大字寫著 驗照門最新照片 他見到一定上船 這樣呀 也好呀 還有 在驗照門後面 我們還要叫李葵下去 叫他只留在半邊身軀 你知道啦 他因為黑黑的人 看不清他是男還是女 他又經常露背 露大腿 露池 讓他露半邊 哄他上船 你說好不好 吳坤斯 你跟李葵兄弟相處的時間 不是大長 你實在不知道李葵兄弟的身形 好巨大 我怕他嚇壞人 就這樣可以了 你相信我 就這樣可以了 驗照門三個字 還要裝一排彩燈上面 可以呀 紅色的好呀 粉紅色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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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吧 好嗎 最好在船上燒一些香料 香噴噴的那些 聞不上去很迷情的那些 嗯 這樣就容易上了很多 好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宋江和吳用商量好之後 第二天就吩咐李俊 張橫 帶了四五十個水兵 用兩隻快船 在蘆蝟蟲裡面 慢慢地爬過去對岸 在背後 張信 軟家三兄弟 還有十幾隻小船接應 那麼李俊和張橫 上到岸 他們就趕快跑過去敵人的陣中 一路跑一路大聲喊 紅外紅外 燕朝門追身上面 紅外 燕朝門追身上面 上船即啟 武打格仔 快點上船 武打格仔 快點上船看 紅外紅外 快點上船 兩個人圍著朝廷大軍的刑寨 不斷喊了十幾分鐘 喊到整個營寨的人都聽到 喊完之後 他們兩個趕快跳進水裡 林鎮和夫妍卓 在營寨裡面商量 跟著來點打梁山坡 突然聽到外邊有人這樣喊 林鎮是一個戰步衝出去外邊 左望右望 又不見有人 只見到在水邊 有兩條船 船上還凍著一個危紅燈 粉紅色的招牌 上面大大寫著 燕朝門追身相片 原來林鎮在京城的時候 就已經很想找這些相片了 由於找這些相片 還幾天幾夜不睡覺 不吃飯 撐點連老婆都休閉 正所謂踏破鐵骸無蜜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猜不到今天在梁山坡山腳下邊 就被他找到了 他趕快叫其他的士兵 千多人一起衝上船道 本來那兩隻船就已經不是大的了 連寧真還有其他用火炮的士兵 一起擠上船道 船前船後擠來擠去 都未找到那些燕照門的相片 寧真就翅時間聽到外邊有士兵說 寧將軍呀 這船好像正在沉 是嗎?沒有理由,是不是人多一頭,你們士兵跟我跳下水,快點快點,不要搭沉船,我還在找照片 那些士兵聽到寧鎮這麼說,當然是全部跳下水,寧鎮一個人繼續從船上找,找找找,水已經浸到膝蓋了 沒有理由,跳下水,船還有水,船是不是漏? 原來這條船就正如宋光和吳用之前商量那樣,在船底那裏作了很多個洞,隨便找木質側著 軟家三兄弟,李俊,張橫等等這些梁山坡上屬水性的頭領,帶領著水兵就在水底下面那裏,一見到士兵上船 接著就推船進水中央,然後拔開木質,那兩條船當然沉得很快 說都沒說完,寧鎮就連人帶船沉到水底,這個時候,梁山坡那邊的水兵,加上頭領,全部在水裡,就把朝廷這班人捉完,一邊就撐回那些船 翻過去自己那邊岸,全部拖上岸了,得到探子回頭,告訴傅賢卓這件事,已經太遲了,傅賢卓雖然帶著大隊的人馬來到岸邊,但只是看到岸對面,寧鎮和千多個火炮手被梁山那些人夾上岸邊, 梁山,由於距離太遠,他們的箭又射不到過去,真是激到傅賢卓生蝦那樣跳,唯有轉回回自己營寨呢? 想不到寧鎮這個在朝廷過來的幫手,這麼快就被梁山坡的好漢搞定了,但是傅賢卓的連環馬,梁山坡依然未可以征服,究竟宋綱又用什麼辦法去破傅賢卓的連環馬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了! whose 糅多默的運動脈和發言, понятно是不是? 請下覺得這個很重要,聽說 KN!